今天我们来详细解析一下2023年一季度的汽车销量数据 看看这组数据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经济真相 就乘用车来说销售数据不算好看 一季度的销量同比萎缩12.0% 其中燃油车从2月下旬开始打了价格战 但是一季度的销量跌幅依然高达21.6% 要扭转跌幅 依靠价格战怎么看都不现实 并且伴随着价格战的持续 这种短期的心理刺激作用很快就会消失 燃油车市场毫无疑问将会延续从2018年开始的下行通道持续萎缩 当然说到这里我们很有必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燃油车市场从2018年开始萎缩 要知道我国从2016年开始在房地产领域高涨价区库存 房价每年翻一番 全民炒房 到2018年老百姓的消费力全都被房地产吞噬干净了 汽车这种大宗消费必然就会相应萎缩 再到2020年开启三年清零模式 进一步压缩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加速了燃油车市场下行 至于我国的汽车厂商 绝大部分都是合资车商 流行的定价模式是宰割国内消费者 相同车型 要么比国外贵五成以上 要么就大幅度减配置 面对这种不公平的现状 在以前消费能力强盛的时候不说什么 现在消费能力减弱 当然第一时间就取消了这一消费 总之燃油车活该就是了 我对合资车厂一点同情之心都没有 再说电动车这边 2023年一季度也不再有前两年动辄翻倍的增长性 整个一季度的销量增幅22.6% 较一至二月份还有了一点缩减的趋势 电动车在近两年的销量暴增 最主要的原因是失业人群转行去开滴滴 以至于滴滴司机挤爆了网约车市场 多招一个都招不进去了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 截至今年二月底 我国一共有持牌网约车辆209万台 但是二月份的网约车订单量 也就是6.52亿单 这么折算下来 平均一台车一个月只有297单订单 一天都跑不到10单 这已经是很少的订单量了 不太能养活一个司机了 可以拿来比较的是 202年2月份163万台车 对应5.51亿单订单 车均338单订单 而2020年底 我国的网约车赤牌车辆 仅为112万台 月订单总量则有8.1亿单 平均每台车的月订单量 高达723单 每天要跑20多单 养活一名司机绰绰有余 这么看起来的话 网约车行业不再有容纳 新增失业人群的能力了 内卷浪潮之下 绝无净土 我大中国国民卷起来 不仅把网约车司机行业 卷得体无完肤 也把电动车行业 卷到了尽头 网约车行业 在2021和2022年 就吸纳了近100万台电动车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过也就是这样了 现在真的是 再增加一台车都不行了 真的是一滴没有了 电动车行业 丢失了网约车这个最大的客户 接下来乡亲也不太好做了 市场不再扩容 行业丧失了增长性 接下来必然也要进入内卷时代 还没有做出规模的电动车企业 必然第一个被淘汰出去 对此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工程车辆方面 挖掘机销量在去年腰斩之后 今年继续腰斩 显示大机件还没有真正搞起来 虽然清零三年期间 地方政府发行了21.3万亿的地方债 发债名义大部分都是搞机件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 大部分都用于清零本身了 并没有真正用于机件项目 至少挖掘机销量数据就不同意机件有什么增长性 货车方面 因为很多省份和城市规定了国四排放差油车要在今年内淘汰 车主们出现了强制换车的需求 因此稍微刺激了一下销售 一季度的销量跌幅只有4.0% 相对于前两年的大幅下跌来说 这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了 不过这种强制淘汰导致的换车需求就是一把过的事情 过了就没有了 今年出口形势不好 运输需求不忘 三月份以来 全钢轮台销量都出现了下滑迹象 大机件也没有真正高起来 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临安物流集团联合调查的中国公路物流运驾指数 今年以来还出现了小幅下跌的趋势 比严格封控的2022年都不如 火车市场不可能迎来真正的复苏 总结一下 燃油车已死 有时烧纸 网约车行业已经卷得体无完肤 电动车行业也丧失了增长性 打击件没搞起来 货运没有增长 挖掘机行业和货车行业的日子都不好过 大家一起熬吧